郁令玉是上海二、三十年代 就是麥片時代最好的名城之一 她是1910年在上海出生的 但她家庭背景是很窮 她媽媽是一個很有錢的家庭做工人 是張家 雲令玉開始和張家的兒子 他們開始有很好的關係 張達文 接著她們都結婚 但其實張達文 因為我不認識這個人 我只是看當年的報道 其實她人格都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雲令玉都為了付錢她 或者付錢她媽媽 她都開始拍電影 在1926年入了電影界 在1926年就是雲令玉開始演戲 所以第一部電影就是《光明的夫妻》 好像這部電影沒有存在的後悔 可以說她是入在聯話公司之前 就是在30年前 雲令玉的電影都沒有機會看 因為沒有存在到現在 雲令玉開始在明星公司做演員 明星是當年在二、三十年代上海最大規模的電影製片廠 然後雲令玉去了第二間電影公司 叫大中華百合公司 都拍了好像兩年一樣 但其實說她當年是紅 其實都不算是很紅 但在30年就成立一間新的電影公司 叫聯華公司 她們都是請了遠玲玉做演員 遠玲玉說是聯華的時代 她是黃金時代 由30年一直到她死 就是1935年 她在那裡都拍了好像十幾部電影 而且到目前為止 人們認為這些電影都算是很經典的中國電影 是麥片時代的中國電影 都是非常出名的製作 小鮮與美作弄音 雲令玉玉行車 子曼林玉的起路是很廣 她可以拍很多 她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類型的角色 珉 brincadeck也行 戲劇也行 有時候可以從年輕到年紀大 都可以 當然她拍攝的也是麥片 所以都沒有機會跳舞 有一部電影雖然說是墨片 但也有一個主題曲都是他唱的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只會有機會看幾部電影 因為很多電影是不存在的 目前沒有機會看 所以我們看了好像是 《小碗耳》或者《神女》這種電影 所以給我們的印象是 他是個悲劇名聲 但其實他都拍了戲劇 如果你在台湾 已30年左右的明星 誰是最經典的明星 或者很多人會說 《雲林玉》 他是不是最經典的明星 當然是很難說 因為很多當年的明星 我們現在都已經忘記 忘記了很久 或者忘記了五、六十年 《雲林玉》現在是這麼出名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關錦鵬》拍了《雲林玉》 還是張曼玉做回《雲林玉》 所以是給了新一代的觀眾 對《雲林玉》的重新 都不可以說是重新認識的 是第一次認識的 我猜如果你是六、七十年代 問了些人 《雲林玉》是誰 很少人會知道的 都是九十年代才 開始認知《雲林玉》 是這麼經典的一個明星 所以我覺得主要是 多謝《關錦鵬》這方面 但其實 如果你看回《雲林玉》的戲 還有看一些照片 你會知道其實 這個人不當是名語 是經典的明星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很優秀的演員 還有他有一種氣質 譬如他的笑容 或者他都會令你覺得很溫馨 他哭的時候是很感動的 你不會覺得作狀 他真的有一種造戲的天才 三十年代上 開到一個助益的藝術活動 尤其是在電影和畫劇方面 有很多地下黨員都參加 有一個很有名的編劇 叫《霞燕》 他在黨員 他是到了九十年代中在 他在大陸的地外很高 他和那些三十年代的 進步電影的關係很密集 因為他都是寫了很多 他都編了很多電影 用了不同的名字 所以他和很多可以說是比較左派的導演 未必是正式入了共產黨 但是到四九年之後都 都繼續在上海拍戲 還有他們都比較有影響的導演 比如蔡楚生 孫羽 還有很多演員 比如祝丹 所以這些人都是三十年代的 進步電影的活動 開始工作 所以聯話公司在當年 都是請了很多這些人 這種人 這種人 進步的人 拍戲 所以你可以說 聯話電影 雖然飄放都算好的 但他們不是順利 父親的娛樂片 其實他們都有社會意義 所以譬如雖靈慾 她拍戲的那些《笑碗儀》 都是涉及到 當年那些日本人 開始侵略上海 還有很多人 譬如神女裡面 都是批評社會 都是說很多社會的 可以說那些黑幕 所以因為雖靈慾 是聯話 他可以說是最恐怖的 因為他可以說是聯話的桌柱 所以他拍的戲 都可以說是進步電影 《雲靈慾》 雲靈慾是三四三年 都拍的戲叫《新女性》 其實故事是說回 三四年 一個自殺了一個明星 艾夏 她是明星 但她都有很複雜的愛情背景 她和某一個導演 其實是個准寶導演 都有些關係 你平線 誰知道雲林玉拍完這套戲之後 他都會自殺 所以他看回這套戲會覺得 其實這套戲是雲林玉的語言 但是我猜他們拍戲的時候 沒有人有這樣的感覺 我猜雲林玉都沒有這樣想 《引演何惠》是他自己寫的 跟著盧順和很多人在報紙 很多編輯都寫著關於雲林玉的寫 他們覺得那些報紙的人 社會對別人的評論 或者是沒有證據的評論 都是殺了雲林玉 但是我覺得雲林玉的死 也有其他因素 當然他愛情生活是很複雜的 還有他的心情是入了一段低潮 但是他做明星、他做演員 這已經是壓力很高的一個職業 他已經是最紅的明星 如果你是最紅的 你可以去哪裏呢? 當然是黃蝦 所以加上海電影是1933、3、4、3、5年 開始由墨片電影時代 進去遊聲電影時代 雲林玉是上海長大的廣東人 他講國語 我聽說他講國語沒有那麼正 所以他一定是很擔心 他繼續拍電影會怎樣 因為已經不是墨片時代 所以或者這個是另外一個因素 有些人說要領域自殺 才變成這麼經典的人物 但我覺得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其實有30年到現在 有很多中國明星在自殺 但是很少人會記得他 譬如70年代林峰自殺 或者60年代丁浩、洛泰自殺 連林代金孔的明星 但很多年輕人都不會記得他們 連雲林玉是三年去做的 《新女城》 他的劇本是講艾夏的自殺 但是現在誰知道是誰 所以我覺得 冨靈浩是經典人物 是這麼多人現在記得他 是不是因為他自殺 是因為詹文玉做了他 或者關錦鵬選這種題材 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冨靈浩自殺 所以如果冨靈浩沒有自殺 或者關錦鵬都不會把他的生活 或者就是詹文玉 他不會有機會做回冨靈浩的角色 但我覺得很可惜 其實二、三十年代 中國有這麼多值得紀念的明星 除了冨靈浩之外 有很多出色的演員 但是他們拍了一些電影 沒有保存任何後悔 所以我們是永遠沒有機會 看回他們演戲的 但是冨靈浩很幸運 他拍了其中一些代表作 都存在 我們都可以有機會看回神女 看回《戀愛與義母》 看回《笑婉儀》 還有其他戲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幸福 但是很可惜 另外拍了很多戲 我們永遠沒有機會看回 我們永遠沒有機會看回 令我們永遠沒有機會看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